大家好,我是情话大叔 出去旅行,好像这个食材的挑选 在哪儿就餐,是吧,能吃到什么东西 或者他这个餐品里边到底有没有加糖啊 或者加淀粉之类的,好像很难控制 但是我这次外出,在外面三天 感觉的话控制的还不错啊 但是万万没想到,反而是回来这两天出了问题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是这样 有一位网友啊,他说现在有这种卷饼卖 叫生酮卷饼,每一片的话呢,只有两克的净碳水 我也的确看了他的这个营养成分表了 他这个的话呢,每一片的话呢 碳水含量是六克,然后有四克是散热纤维 就净碳水只有两克,就是这样一片啊 每一片的净碳水只有两克 然后我就想啊,那一片才两克的净碳水 那我一餐我吃个三四片,问题不大,对吧 那净碳水才六到八克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吃了两顿 都吃他这个卷饼 然后看看这个血糖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星期二的晚餐 吃了三片这个卷饼 我是用那个油煎的 所以的话呢,对他的碳水含量应该没有影响 如果照他说的是每片两克的话 那三片也就才六克的碳水 然后菜的话呢,是我们地碳餐馆一项的这个地碳餐 我们这一项餐的话呢 经过反复的验证过 他对血糖的影响都是很少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吃了这个卷饼之后 这一餐的血糖升幅 餐前是五点九 那么餐后一小时到九点三了 这个已经大大的超出我预期的七点八 这个上限 然后餐后两小时到六点七 下来的倒也挺快 最高血糖到九点六 就是七点二十二分的时候 我的这个就餐时间是从大概六点十二分 所以就是说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它上到最高峰九点六 这个在我看来的话呢 可能一般人觉得说那都不到十 那还可以接受吧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呢 这个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因为我执行的标准的话呢 是全天的升幅波动啊 不能超过四 然后餐前餐后的波动的话呢 不能超过二 那我餐前是五点九呢 最高到七点九 是吧 那就可以接受的 但是它到了九点六啊 最大升幅从五点九算起的话呢 有三点七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今天早餐的情况 早餐我也是吃了这个卷饼啊 餐前六点四 餐后一小时七点七 餐后两小时五点五 你如果只看餐一跟餐二 你会觉得很正常 是吧 那么餐一才七点七 也不到七点八 但是啊 它的这个最高峰实际上是九点零 而且它这个最高峰出现的时间 也比较蹊跷啊 我是八点半开始吃饭的 它八点五十七 就到了最高峰 这个时间的话就半个小时啊 它就上去最高峰了 从升幅 最大升幅来看呢 六点四到九点零 升了两点六个单位 好像并不高 是吧 九点零也在十之内 但是呢 在我的严格标准来衡量的话 依然是不可以接受的 尤其在它生成 它每一片只有两克浸碳水 我只吃了三片 就是六克浸碳水的情况下 它居然能给我收到九点零 这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成分 是不可信 不可靠的 如果说头一天晚上 偶尔出现一个高峰 可能不仅仅是饮食的影响 可能有其他的因素 对吧 我开个玩笑说 我很久没跟太太见面了 昨天跟太太视频 心情挺兴奋的 那是不是因为心情兴奋 造成这个血糖升高呢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可能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第二天早上 重复出现这样的高峰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我觉得就完全跟心情 没关系 可以把心情的因素排除掉 对于不了解 这个我们身体这个情绪啊 什么的 这些对身体的血糖的影响呢 这样的朋友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人体内有七种激素 除了胰岛素是降血糖的 其他六种的话呢 都是生血糖的 这六种激素跟我们的心情啊 情绪啊 心理状态啊 是不是疲劳啊 紧张啊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的话呢 不能说一看到食物啊 就说是完全是食物影响了血糖的水平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往往有可能在短期之内 你是受你自己的这个荷尔蒙 这六种激素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我连续两餐的话呢 都是出现高血糖水平 我觉得可以排除啊 这个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是罪魁祸首可以确定 就是这个所谓的生酮卷饼 所以大家买这个所谓的生酮食品 真的要睁大眼睛啊 不仅仅是要看营养成分表啊 这个营养成分表 看来也未必是准确的 所以的话呢 一定要用动态血糖仪来验证一下 而且这个所谓的生酮食品 能卖的是很贵的啊 这样一袋的话呢 要卖到11加币 相同的如果是普通的这个食材 这个高碳水的卷饼啊 这一袋的话呢 估计也就是两块钱左右吧 所以能够差到五倍的价格 那么这样就是问题来了啊 我们所谓买这个生酮食品 是不是在交所谓的智商税呢 因为据我所知啊 现在不光是在国外 在国内的话呢 你像淘宝啊等等一些平台上面 也都有所谓的生酮食品 所谓亲食的食品在卖 都号称自己是生酮的 而且这个价格卖的真的都是很贵的 随随便便就是普通食品的 同类食品的五倍十倍啊 如果花了这么高的价钱 是吧 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控糖效果 那我们糖友或者瘦身的朋友 那真的是在当冤大头啊 对不对 所谓的割韭菜 所谓的交智商税 那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了 所以呢 我们对所谓的生酮食品 一定要精挑细选 最终还是要从自己身体的数据来出发 不能只看他们一样成分表上面 写什么东西 当然也不说所有的生酮食品 都是不能吃的啊 像我们就是从本地买的 有一种生酮面包 我也经常吃 那个对血糖的影响啊 真的就是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只是说 不能够迷信啊 生酮食品上面写的 所谓的Keto啊 生酮这几个字 也不能迷信它的营养成分表 一定要验证之后 才能够建立我们对它的信心 才能够放心的消费 对于所谓的生酮食品 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坑啊 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青蛙大叔 随心所欲 轻松空膛